我特别感谢律师的 我本意也是这个意思 其实您应该感谢的是您的两个姐妹 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结果 我觉得其实他们没有想要 彻底地斩断这段姐妹情 我认为大姐呢 的确是她从老大的角度 和从姐妹的情感的角度来考虑的 感谢大姐 因为我大姐确实来的时候 也是那么说的 说的听专家的 她确实听了专家的了 感谢大姐 因为我大姐我们一直也不错 原来一直也不错的 还有一个您需要跟大姐承诺一下 万一那个刑事案件 最后还有一些分回来的钱 拿到以后 您能不能够公开地告诉他们 然后该是他们的比例还给他们呢 这毫无疑问的 没问题 绝对没问题 因为我从来都是 把利益给别人先 好 大姐 您先第一步配合这三位 把这个事办一下 那接下来如果那边 如果追回一些赃款 能够给到你们一些补偿的话 那到时候可能她也会配合着您 来完成后面的一些款项 好吗 约定的达成出乎意料的顺利 这让现场的律师们都感触良多 不得不说一句话吧 其实刚才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的那一点 突然打动了我 我现在是要说的话 与我的律师身份无关 三姐您也可以考虑 大姐现在的生活的状态 是不是能够一家人也团结起来 能够去帮一帮大姐 我们经常会说 国有国法 家有家法 法是什么 法不仅仅是我们看在那里冷冰冰的写在我们法典上的法 其实法就是规则呀 这个规则就是来告诉我们你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我觉得最应该做的就是一家人要团结 其实我特别想说的是 在现场在录制中 各自都表达了非常坚厉的情绪 其实我个人这么理解 这个情绪并不是对于这个经济利益有多么强的占有欲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源自对于那个违法犯罪的李女士的愤怒 无形中发泄在了今天的这个现场上 根本就不是姐妹之间 真的我恨你 你恨我 如果有这种愤恨 有这种相互的猜忌 就不会出现近千万元的资产 没有经过一个条文 就完全归在了三姐的名下 让你去做处分 做投资 这一定是基于信任 家是最小的国 国是最大的家 我们说完了小家说说大家吧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还有好多老年人 可能也会有可能因此而陷入到受骗 所以在此呢 我们也提醒我们大家庭当中的老年人们 我们得认老福老 养老 到了一个年龄的时候 我们的分析能力可能会略微有一些下降 所以说我们在这种高回报的 或高风险的投资当中 我们得认 认什么 认我们来不了 所以最终凡是当我们去面对 这样的投资风险的时候 我建议您您就不要投了 我们一定要保留好我们的老本钱 我们要互相信任 但是绝对不能轻信坏人 在这里有一个图 就是关于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老百姓 普及一下对于一个家庭当中 你们的钱的投资应该是按照一个什么样的比例 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是标准普尔的家庭象限图 其中30%的资金是应该用于投资房产 20%是作为保命的钱 那这个保命的钱一般就是以小博大 可以买一些意外或者重级的保险 另外40%作为投资理财 还有10%特别重要 就是要作为应急的备用金 这个钱应该够你们一家人 三到六个月的生活费 那么这里由于我们中国现在的家庭 30%的房产这个比例已经非常低了 我们已经扩大了这个房产的比例 但是你说你把投资理财连房子都卖了 有70%到80%的钱都用于投资理财 这是非常的不正确的 好 在各位律师和我们专家局下 有这么一个结果 非常非常的满意 非常感谢 感谢你们选择我们的节目 非常感谢现场观众朋友 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